欢迎收听来人听书 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王子梦 这个公主也不例外 让我们走进公主的世界 聆听马西亚可瑞的 相信童话的公主 这些人 无论男女老少围成一圈 坐在锋利的石头上 有的正吃着姜果 有的则用手 从一个大汤棚中捧汤盒 这个大汤棚由金子制成 放在中央犹如一座神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己正坐在美丽的沙滩上 而不是在这里 我知道 有一天我问过他们 看看那些家伙 连皱成一团 他们总是担心 吃完了这些多汁的姜果 他们就会生病 他们一心只想得到更多的姜果 很快 他们就会跳起来 四处跑动 这里看看 那边找找 他们要找的 肯定不仅仅是姜果 你认为 他们在寻找什么 这句话 他意识到内心的空虚也曾使他接受放松疗法 天天冲进百货商场购物 直到商场关门 看着这些人 他深感同情 他很清楚 吃香果 不能填补他们的空虚 就如同放松疗法和购物 无法填补他的空虚一样 他俩离开时 威力摇头说道 太糟了 他们正在浪费生命 一直是奇耻大乳 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冲击 公主问 你想知地没有东西可以冲击 不过 也许这会有用 威力说完 在他走到一棵柑橘树前 枝条上 结满了果实 威力摘了几个地给他 公主坐到树下 被靠着树垫 把旅行带放到旁边 他剥开柑橘 开始吃起来 香味引得他直咽口水 这里的人都不开心吗 有时候这样认为 许多人认为这里很美 很好 你通常可以根据他们所戴的玫瑰色眼镜 说一切都很可怕 说一切都很可怕 如果问他们为什么 他们会说你是疯子 他们根本没有皱眉头 一切是如此美好 但他们却是这样 人们留在这里的原因很多 有些人在此逗留 是因为他们习惯了这儿的生活 不可思议的 不可思议的是 他们因为疯狂而感到自在 不知道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 他们看到的只是自己喜欢看的 哪怕不开心或受到伤害 另外 他们也不知道该去哪里 他们担心别的地方比这儿还要早 所以 又何必自找麻烦 何必冒险呢 他们会走向幻想之地的深处 他们会走向幻想之地的深处 到那时 他们会比在这里还要糟糕 我知道怎样该找到正确的路 公主感到信心百倍 就算如此 可是道路崎岖 许多人看到路途艰难 又返回了这里 他们说 是幻想之地 紧紧抓住了他们 不让他们走 曾经有个地方紧紧抓住我 不让我走 可是 我还是离开了 我想要自由 一路上 我被洪流冲走 在海上遭遇暴风雨 我几乎被淹死了 走在许多石子铺沉的道路上 几次摔倒 一块大石头还撞了我 我空虚过 孤独过 恐惧过 也迷失过 可是我一样走在路上 我再次判断了我 我让你走在游戏里面 我还留在游戏里面 分开了我 我来个人 就想让你走在游戏里面 我像你一样走在游戏里面 在游戏里面 我还要走在游戏里面 我可以走在游戏里面 现在我来走在游戏里面 这套路上 你不可能 我可以走在游戏里面 比患病还要遭,那些回来的人一直在抱怨不应该去,他们经过很长时间才平静下来,可他们不再是以前的自己。 我不愿像以前一样,公主迫切地想知道真相。 例如王子到底有没有被施了魔咒?如果是,那么是谁干的?为什么要那样做?当他尽力帮助王子时,是谁在对抗他? 为何国王和王后坚持把他培养成他们心目中的样子,而不是顺其自然?为何他会一直认为自己不是他期待的样子? 想的越多,他就越需要答案,越渴望到达真实之境。 他抓取旅行带,我必须找到答案,过去,未来,一切问题的答案。 我不能休息了,我不能休息了,我必须走。 好吧,如果你顽固不化,我就是这样。 说完,他单手拥抱了一下威力。 威力急速不安地垂下眼睛。 我以为你会和那些人一样,你很有勇气,相信你能找到真相。 谢谢,威力。 他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听从心灵的指引,离开了营地。 第十四章,真实之境 公主离开营地时,四周弥漫着浓雾,不知前方等待她的究竟是什么。 从出口标记前经过时,紧张的情绪变起她的全身。 公主稍事停留,打量四周,威力的画浮现在她的脑海中。 浓雾是许多人看不清前进的方向,最后迷失在幻想之地的深处。 公主眯着眼,希望透过浓雾看清前进的方向。 在她面前,只能隐约看到几条路,似乎都是难走的山路。 顽固四周,希望心灵能为她指出正确的道路。 但疑问却占据了她的思想。 她的心跳越来越快。 如果选错了路,到不了真实之境,那该怎么办? 她再也不能忍受思想的折磨。 如果找不到真理,她就不可能到达真理殿堂,也就无从知晓,圣券轴中究竟写了些什么。 永远找不到平静与安宁,更无从得知真爱的秘密。 突然,医生的声音在公主的耳边响起。 仔细看路标。 太棒了,看路标。 公主不住寻找,可根本看不到任何路标。 为什么看不见路标呢? 公主焦急万增。 到底为什么? 公主等待时,除了笼罩在周围的湿气和快速的心跳,公主感觉不到任何东西的存在。 突然,多力的身影隐约在耳边响起。 恐惧和怀疑让显而易见的东西视而不见。 怪不得她什么都看不见了。 公主心想。 恐惧和怀疑,遮蔽了她的眼睛,让她看不见路标。 恐惧和怀疑,让她心跳得厉害,不能为她的眼睛。 一句就越加强烈,她也越感到害怕,越觉得迷茫。 公主想起了多力的教诲,教她如何在海上克服恐惧和怀疑。 这些方法在陆地上当然也有同样有效。 接着,公主深深地吸了几口气,然后吐出,让自己的整个身心慢慢放松,等待着心灵为她指出正确的方向。 片刻之后,她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前面的这条路。 在灰白色的大雾中,隐约呈现出一个路标。 那肯定是路标! 维多利亚说。 她迟疑地向前迈了几步,然后再迈出几步,最后来到一个木头路标前。 真实之境就在正前方。 我不想知道什么是事实。 在公主小心翼翼地沿着这条路向前走时,围基出现了。 围基,你去哪儿了? 在营地的时候,你好安静。 维多利亚一边回答,一边把身边的灌木丛拨开。 我盲撞,感觉重点。 好, 谢谢你好。 真实在海人海人。 好,谢谢你。 我不客气,好,你能 methods对。 这一遍这个手提供做。 我也要看见。 aqui好,对不说。 是起了什么。 我先到这里来来来来来来。 是胡亨帆子。 我先到这里了。 我先到这里了。 我先到这里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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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基轻声轻语地说 什么事 我觉得 如果你能够做到的话 我也可以 我能做到什么 维多利亚惊奇地问 喜欢我的作风 公主越爬越高 山路更加险峻 杂草和树木变得稀疏 雾也渐渐散去 公主可以看得更远一些 她本希望路会好走些 然而 山路却更加陡峭 地面覆盖着潮气 使她不住打滑 似乎每向上爬两步 就会往下滑一大步 许多次 公主打起了退堂苦 但医生 给公主描述的 真理殿堂的美 未经许多次 刚才还以为我们会一路滑下去呢 还好一切都安然无恙 一个声音响起 虽然这种事情在路上经常发生 但是一个人绝对不会一直滑到起点 医生 维多利亚大声教导 她从冰击中挣扎着滚到路面 我有好多话想对你说 营地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而且你是对的 我的心确实知道正确的道路 我还学会了如何克服恐惧和怀疑 哦 医生 我真不知道该如何说起 生命短暂 对于成长的问题 她可当仁不让 希望我们能遇见她 维多利亚说 你的愿望很快就会实现 医生一边回答 一边摘下自己的帽子 向公主表示敬意 真的吗 真能碰见巫师 我们终于能见到真正的巫师了 维基大叫 她长什么样 她会把我们想知道的任何事情都告诉我们吗 现在就能看见她吗 巫师肯定会让你们惊讶不已 你们绝对意想不到 医生诡秘的一笑 巫师会来这里吗 维多利亚问道 她不会来 你们必须到真实之境才能见到她 我听说过真实之境 可我不知道真实之境在哪里 就在山顶上 医生说 你们就快到了 现在上路吧 最令人激动 最令人兴奋的旅途就在前方 医生拍拍翅膀 飞到半空 大声喊道 继续努力吧 便消失在空中 听说会遇到巫师 一真实之境就在不远处 公主兴奋不已 她从地上跳起来 捡起自己的包 再次踏上了真理之道 然而 在公主还没爬到山顶前 一路的艰辛 已使公主疲惫不堪 疼痛开始侵袭全身 公主连迈出最后一步的力气 都没有了 她滑倒在地 继续战 祝你 继续战 你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